朋友们万万没有想到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医院又出新的套路 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就是最近发生在我妈身上的一个事情 我听完之后 真知道是特别的气愤 今天我必须发个视频曝光出来 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 可以先给视频点个关注 点个赞 也可以把视频给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避免更多的人踩坑 就是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就是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我妈在微信群里面 收到居委会的一个通知 说的是国家给老年人的一个福利 30到60岁的人 可以到指定的医院 免费做这个两癌的一个筛查 我妈当时看到这个消息 也是非常的高兴 马上就约上了她的老伙伴们 想着一起去做一个免费的体检 因为毕竟是国家的一个福利 而且还是免费的 不用花钱的 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那多好呢 平常自己随便去做一个全身检查 都是要花不少的钱的 而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说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医院里头 到医院才7点多钟 就开始排起了一个大长队 基本上都是跟她年纪相仿的 60岁左右的一个老年人 由于就是做这个免费体检的人 还是蛮多的 所以说我妈一直是排到 大概早上10点多才轮到她坐 等到她坐完之后 她就随口问了一下检查的一个医生 问医生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别人说就是应该一切都还好吧 一切指标应该都是正常的 但是要等随后的一个具体的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你要在家里面等电话 如果说没有电话 证明你的情况一切是正常的 如果说有电话 我们再具体的通知你 再给你详谈 我妈一听医生说没有什么事 觉得自己身体应该是没啥问题 就开开心音的回家了 没想到接下来五天发生的事 真的是让她非常的崩溃 接下来真的才是好戏登场了 在第五天的时候 我妈就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 说她的检查可能有一点问题 整个检查报告里面应该是有点问题了 需要我妈再一次去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复查 深入的复查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老年人接到医院的电话 或者是医生的这种电话 肯定都会被吓得不轻 当时完全就是头晕目眩的一个感觉 感觉自己的身体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医院才会重新给自己打电话 真的是那几天我妈是吃也吃不下去 睡也睡不着觉 总感觉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连自己后面的事情都想好了 都安排好了 真的是那几天特别的崩溃 就那两天的一个时间里 我劝也劝不住 我说你平时都是做过体检的 身体没有什么毛病 完全不用太过于担心 她完全就听不进去我的劝 反正就是在她脑海里所有的事 都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想 其实咱们也可以理解她 毕竟是医生说了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隔天的一大早 她就又重新的匆匆的跑到医院里面去 结果这次到医院一看 排队的人比上次的人还要多 而且排队根本就看不到头的一个情况 但是每个人基本上都是愁眉苦脸的 看着不怎么开心 因为还没有做检查 我妈就跟前面的一个叔叔聊了起来 跟她年龄差不多 问了一下大家都是怎么个情况 那个叔叔说 她也接到医院医生的一个电话 也是担心了好几天 吃不下去饭 跟我妈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的家庭我看着直接就是拖着一家老小 然后全部都过来了 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还有的人可能心里比较脆弱 直接就蹲到地上哭了起来 真的是把人吓得不轻 但是接下来更加气愤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医院让所有人再来复检的 每个人都要交230块钱的一个复检费 说的是进一步更深入的一个检查 这一次不可能免费的 当然就是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人肯定都是交了 都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但是你问医生什么情况 医生跟上次回答是一样的 就是要等七天以后等报告出来 于是呢 我妈就只能忐忑不甘的回到了家里 在整个七天的等待过程中 也没有收到医院和医生任何的一个电话 等到七天之后呢 拿到报告一看 所有的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是爸我气的不行 爸我妈呢也气的不行 白白害我们担心了这么多天 而且白白浪费了230块钱 朋友们 你们看到这里应该都知道 医院到底是什么套路的吗 那第一次呢是免费的 第二次呢 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呢 利用国家的福利政策 再加上老年人的一些害怕的心理 来赚老百姓的喜悍钱 真的是太无耻太无耻了 大家呢可以算一笔账 一个老年人呢是230块钱 假如说全市呢 他有多少老年人呢 这个数字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你像一些农民 他一个月的退休金 也就160 180块钱 这230块钱呢 直接把他一个月的退休金 给一下子吸没了 真的是于心何人去赚这样的血汗钱呢 赚这样的钱 你们真的是心安理得吗 所以说呀 我也发个视频 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 千万要提醒自己的父母 不要踩坑 不要踩这种坑啊 同时呢 也提醒一下这些医院啊 国家出台这项政策呢 是一项福利 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项福利 是一项好政策 不要拿着这种好政策呢 去耍小聪明 不知道朋友们 对医院的这种所作所为 到底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和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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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